被无人机锁定的俄军坦克 不到三秒就化成火球 乌军攻进扎布罗热前线 罗伯蒂村 战场上几乎看不见 任何俄军 乌克兰指挥官说 南部最困难的俄军防线 已经被他们突破 接下来的反攻将全面加速 距离罗伯蒂村 只有一百公里的博德·杨斯克 和离更近的美利·突破尔 被认为是乌军下一个解放的目标 乌军也说他们会用西方军援 还有冰雹火箭炮 发出来自地狱的狂火烧鬼 俄军防御 开战至今555天 乌克兰宣称已经有超过26万俄军阵亡 而且当俄罗斯国内还在关注 普里格金之死 乌军要趁机发动连环反攻 让每一步都有战略意义 因为乌军反攻迟迟迟没有进展 英国卫报报道 北约军事领导曾认为 乌克兰应该改变进攻计划 把战力集中在一条主战线上 往克里米亚方向推进 或许就是乌克兰正在进行的新反攻计划 TVBS新闻 赵宝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